驻美代表处在华府近郊影城包场放映香港纪录片《徐代革命》 驻美代表萧美琴邀美国在台协会执行李适兰因一同观赏 展现台美停港的精神 也希望透过影片让台湾人反思如何捍卫自身民主 它已经在台湾中在凌亚中 这一年,它变成了最好的摄像镜剧 作星期中的作品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座的资兰因 保持突出最维持出所有视频的平台 the diaspora here. today I'm sure thatas wethroughethexperienceofthe peopleofongkong astheycontinue tostriveforpreserving basicrights andfreedom intheirsociety. We're also allreflectingonthesituationinTaiwanandchinaandaroundtheworld.in termsofwherewe'regoingandpreservingourownanddefendingourdemocracyaswell. 時代革命是由香港導演周冠威指導 介入香港反送中 港人爭取民主自由 去年獲得金馬獎這家紀錄片 感動不少民眾 香港反送中至今時隔兩年多 出席觀影的民運人士王丹 希望透過影片喚醒民眾記憶 給予香港更多的關注 我想香港跟台灣人純齒相依 香港今天的這個環境 我覺得應該讓台灣人更加的警惕 要更努力的去捍衛台灣的民主和自由 否則的話很可能下一個中共的目標 就會從香港轉移到台灣 所以我也希望全世界包括台灣人 能夠給香港人更多的這種關注 不要因為時間流逝 而忘記他們付出的這張影片 裡講那麼多的信息 時代革命也在全球23個國家同步放映 讓世界重新見證當時香港人的經歷 認識香港的民主運動 就是香港人的敞變化 是中國っぱ相關的 香港人的規定 就是我們全世界最終的 你也曾像警察 計後 總共有信眾 真的想說 所以我們全世界 為了